台中市交通不仅便利 气候更是宜人 可以说是最适宜居住的城市 加上拥有不少世界级的建筑物景点 让许多台湾人喜爱往台中旅游 台中市政府为促进台中市商店街区发展 每年均办理商店街区组织管理及经营成效之评鉴 透过评鉴辅导机制 期盼各商圈都能有好的成绩及表现 历经层层关卡 最后由美术远道商圈 勇夺最佳优质商圈奖 这个商圈评鉴制度是非常好 能够让我们能够检视我们一年来的成果 也可以知道我们的经营的状况 而评审委员呢 也能够以不同的角度 给予我们很多的建议 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当然市政府呢 也在实时上的辅导 也给予我们很多活动资源的益助 让我们能够朝着我们自己的方向特色去发挥 我们才能够很顺利地塑造出我们这个艺术文化的一个优质商圈 来到明文侠尔的美术远道商圈 在拥有绿意盎然的步道中 让人能在商圈内好好深呼吸 我们美术圆道商圈刚好坐落于国立美术馆的正对面 这个大约一公里的一个绿色廊道的地方 有非常多的林荫大道 还有异国料理餐厅 是非常适合休闲艺术人文的一个场域 我们也不定期举办了很多文化创意的活动 这样子塑造成了这一个艺术人文的空间 最重要一点就是感谢台中市政府 帮我们积极争取到了iBike站在这边设置 那iBike站设置之后呢 非常的方便 我们明显的看到了很多游客也好 爱好运动的朋友也好 来到我们这个场域 美术圆道这个地方 是我一个每天可以早晚散步的空间 而且这一带的居民的给我的感觉 也都非常的友善 跟人轻味浓浓的这种给人温馨的感觉很好 我们餐厅的主要是上海菜 跟上海的音乐 整个的装潢的感觉也是在那个时候比较殖民地的风格 有一些法国西式的感觉在配上中式的料理 所以是中西混搭的感觉 我们的招牌是我们的烧耳 那这个烧耳呢 是我们老板 亲自到廣东去学艺回来 为了要迎合台湾人的口味 我们用了大概有十几种的中药材 让我们的烧耳变得可以更符合台湾人这边的人的口味 那我们想发展的是一种台湾的生活文化 因为我一直觉得艺术要能够生活才有价值 用茶来做连结 用茶来连结茶器 用茶来连结衣服 我希望我的每一家店都是一个道场 分享爱跟幸福的道场 还是一个修行的地方 修正行为的地方 这是我想要做的概念 我们行销的就是生活美学 把美学带入每个家庭 在这里我们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放松的环境 在忙碌的工作当中来这里放松一下也好 我们在这里应该也是说很有温度的 很有感情的一家店 应该是说大家来了就知道了 美术远道商圈借由积极举办活动来吸引人潮 其中茶会算是美术远道商圈的特色活动 能在树印下悠闲的喝一口好茶 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我们每一年都会来举办一个春日香气茶会 还有秋日香气茶会 我们去年特别在椰子林树下 我们举办了2017的秋日花香茶会 主要是为了我们2018 也就是今年花博在台中举行 所以我们邀请了花艺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来布置 借着这次茶会的机会 我们也成功推出我们Wire Free的一个 智慧商圈的一个措施 也就是说只要来到我们美术远道商圈 手机就会自动推播 有什么促销的活动 有什么特色的餐饮推出 你可以完全一目了然 这里有很多的花木 然后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景 再加上这里有时候假日都会办一些市集唱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我几乎都晚上或者是假日 都会带家人小孩子一起来这边玩 这几乎是我家的后花园 看着熙来攘往的商圈 可以确定台中市金发局对于推动各商圈的发展 可说是不遗余力 也盼望整个大台中的经济能够更上层楼